好久沒來機場 我好慌喔 尤其又第一個人 也太酷了吧 所以我今天來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慌張 這是不是我想像中以前的澀谷 雖然現在什麼都沒有 但是還是可以感受到那個氛圍 要出國了 而且今天就是我一個人 感覺超輕鬆 好機場啦 這一次要去哪裡 要去日本 所以走國際線 這是我第一次從松山飛東京 Check in 了 然後行李也送上去了 所以現在要去 登機 但是我就是 好久沒來機場 好慌喔 尤其又第一個人 想當年 是個 愛出國的孩子 就是對機場很熟悉 然後 三年之後 超陌生 算我已經 出國了一陣子 就是出去幾次了吧 但是還是覺得 來機場好慌喔 而且我覺得我慌的原因 是因為我第一次在松山機場 受過一些 哇 來偷偷推薦一下 松山機場有的這個地方 超棒 叫疏火油養殖器群 然後就是覺得 哇 好舒服喔 而且都沒有人 然後 飛機近賺一點錢 好美喔 出來了 其實蠻快的耶 比我想像中快好多耶 不能太早到機場 喔 氣死我了 我的行李終於來了 最後幾個 我最早出來 然後最晚拿到行李 我快氣死了 走走走 久違的日本 終於出來了 又出來了耶 而且我剛剛好傻喔 就是我想要去買跳 但其實我已經有用那個 iPhone的錢包 把超空卡綁 一個 最多直接用上 三角就可以 出來了 應該不會做錯吧 超冷到囉 要換JR線了 然後 我到澀谷了 我這次呢 就是住這 終於走到了 也是蠻累的 這次我真的好期待好期待喔 我想住這間飯店已經很久了 耶 終於拿到了 好期待喔 然後 我覺得 Aso這個飯店非常好的地方 是 他有給單身女生 旅行的一個樓層 就是全女性樓層 就很讓人放心呢 哇 Shibuya 而且你看下面 就是那個 交叉口 哪裡去 房間 搖搖了 好 歡迎來到我 這四天三夜的家 然後 我訂的這個房間 其實我覺得沒有便宜耶 但是 就是 很小巧 跟東京大部分的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 省去我 搬運行李的一些時間 什麼的其實還不錯啦 你看外面這一片 就覺得很開心 這就是一幅畫 這個是澀谷 也太酷了吧 然後我們繼續來看一下廁所 好啦就是 日本的廁所 沒什麼 很好開箱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方便就好了 自己一個人旅行安全最重要 好耶 逛了好久 然後我還是沒有吃到東西 我好餓 三點的一蘭拉麵 為什麼要排隊啊 然後Burker也沒開 然後 社補好多地方都在來修建 所以 不知道 就跟以前的不一樣 我有點放棄吃飯了 我想去買個咖啡 然後就去幫伊林獎 超市的便當 好像現在是已經過了 這應該是中文的 不夠剩下的 所以現在是大減價 其實看起來還是很好吃耶 現在來表餐到HELS這邊了 要來找我的表妹們 我們今天來的到Edition 是我們Yahai跟王姐姐還有我的表妹 跟表妹還有朋友一起喝完酒 然後回到澀谷了 這個 不葉城啊 是個不葉城 但是現在澀谷就是還蠻多 constructions 建設的 所以就是到處在工程中 所以其實 其實蠻亂的 我覺得 所以我今天來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慌張 就是不是我想像中以前的澀谷 對啊 但我上次來的時候 也不是三年前 所以 不知道耶 感覺很奇怪 澀谷在樓上 這個 就是我的飯店 所以其實 其實蠻方便 然後蠻安全的啦 如果是 年輕人 人來的話 然後 澀谷的 SL Hotel 好啦 晚安大家 Good morning 我起床了 就自己一個旅行 然後其實也沒有睡很晚 其實我大概 六點多 七點就 稍微醒了一下 然後 對啊 但是我硬是弄到 九點多 來給大家看房間的view Good morning Shibuya 一早上就 挺繁忙的 Shibuya 久違的新宿 我覺得來新宿 還是比較舒服 有空氣呼吸的感覺 人沒有那麼多 然後大家 比較成熟一點 來伊士丹了 最喜歡他們的 food court 滿滿的吃吃吃 好可愛的地方喔 這一層樓 是比較護膚的 然後有機護膚的品牌 好喜歡喔 天啊 這裡也超級好逛的 這是凱特摩斯的 一個寫真展耶 好喜歡喔 不是 是這個攝影師 然後他拍了這一些 就是超模 然後還有他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他的經歷 喔 喜歡 還有 Natalia 好喜歡他喔 3樓我也很喜歡 真的很好逛 也真的真的很好逛 台灣都沒有飛去 就是沒有坐這麼騎 五樓是家序 也好好逛喔 我到了我最喜歡的 六樓了 這是小孩的 他們好多品牌都超好看的 我莫名其妙被 就是坐電梯到頂樓 伊士丹的頂樓 很可愛耶 而且那邊有小朋友可以玩的地方 好可愛的小花園喔 吃完燒肉了太飽 所以又要走路回家 這裡是惠比秀 然後 我平常 之前來的時候 可能都是走另外一頭 然後那邊有美術館 然後還有 就是一個很古色古香的 洋房 然後裡面有那個 歐伯雄的餐廳 之前都比較走那邊 對然後這是第一次走到這一邊來 現在東京的晚上 差不多 10度吧 左右 所以其實蠻涼的 但我吃好飽喔 所以慢慢走一下囉 OK現在半夜 11點多 然後我來 就是唐吉科德 因為其實這次 四天三夜真的很短 所以我想說 12點在睡覺 11點 來這邊 感覺都好好吃喔 逛日本的 唐吉科德還是比較有感覺耶 我來唐吉科德的目的 終於找到了 就是這面牆 婚禮的信封真的 有很多種耶 今天是 結婚 婚禮日 好期待喔 來這邊就是為了這個 我起來了 第一次參加日本婚禮 今天東京 超級陰陰陰的 現在是九點半 我已經化好妝了 然後 我現在要去買衛生棉 我突然發現 我好像月經要來了 好煩喔 不知道喔 為什麼 我要買什麼呢 好多品牌喔 都好可愛喔 要來去婚禮囉 啊 終於到了 終於到了 這是春山莊 是一個很 古色古香的 飯店 應該就是在這裡了 這個 沒錯就是它 超級超級期待的 好 好 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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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喜欢哦 冰淇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終於開始訓練了 結束了 現在距離晚餐 就是婚禮晚餐時間 還有一陣子 所以我們來青山逛一下 永遠的Prada 好美喔 然後我已經換裝了 我換穿了白色的毛衣 然後黑色裙子加上 娃娃鞋 今天好像是 我來日本這麼多次 第一次想要走進來吧 因為我們等一下餐廳在隔壁 門在這裡 所以我就從這裡走進去囉 三次會終於回到 然後就是飯店了 這次來日本就是體驗到很多 日本婚禮的習俗 然後就覺得很開心很開心 很捨不得 Good Morning Tokyo 然後今天是 最後一天等一下 12點我就要去做 機場快線然後去機場了 2點快3點的飛機 對 今天穿這樣子我已經打包好了 然後就比較輕鬆的上飛機 Legging還有我的 可愛的鞋子喔 這次買的台灣都沒有 現在就是要出門走走囉 最後一走 其實有點想去公園之類的 當今最後的逛 其實像那麼早 好像什麼都在看 但是我就是想要走走 對 現在是8點56分 現在是從15歲 開始一直逛一直逛 一直逛一直逛 逛到現在的圖下頭 因為太早了 店都沒拍 但是我就是喜歡 買了一杯咖啡 然後 要走到我最喜歡的 一條街 它就是有很多 比較小眾的品牌 或者是 大概是比較 contemporary的品牌 這條街整個氛圍 我都超愛的 然後就是 如果店有開的話 就一家一家逛 然後一路走就會走到 秀谷的邊邊 好喜歡喔 雖然現在什麼都沒有 但是還是 就是可以感受到那個氛圍 前面這個 地下道 就會是現在很有名的公下公園 剛剛有點講錯了 其實不需要走過那個地下道 只是從那邊一直往下走 就是公下公園 但是其實 都差不多吧 就是 就在這附近 你如果走 剛剛的地下道過來 也是可以到公下公園 一上來 真是在海庫天空 公下公園到此一遊 然後 我要來去喝第二瓶咖啡 公下公園 公下公園 東京就在 公下公園的 西馬克里 就結束吧 拜拜 Shibuya Crossing 拜拜 Shibuya Crossing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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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